明明還是上班時間 這個人卻穿著整身運動裝 一派輕鬆自然補出辦公室 他就是爆出偷拍上千女生沒腿的 北市政府偷拍狂魔 爬山看海跟朋友打籃球 還會去教會 在臉書喜歡分享照片 發文正面立志 連被市政府調到陽明山工作也樂觀 慌信男子說 相信神總是給我最好的 就是說有時候在辦公方面 可能就比較不主動 或者說比較怠慢一點 生活習性可能就比較不像我們正常 圖書館的公用檢索電腦 曾經被黃信男子玩線上遊戲 甚至用來看A片被同事直擊 由於忘記登出 被同事抓包瀏覽紀錄 如果沒有人進去借閱圖書的期間 他可能就會做個人的事情 比如說有時候他會上網 如果同仁看到說他有看不良影片 或者是打電動玩具 離譜的是黃信男子考上公職後 從經濟部工業局轉到北市府教育局 因為態度不佳一路被調職 兩年內就換了四個單位 目前在北市教育研習中心 擔任圖書員薪水四萬五 國務員有一套很嚴謹的 相關的獎程的規定 我想交易局會依據相關的規定來辦理 納稅人的錢 仰著打混甚至偷拍的公譜 鐵飯碗依舊穩當 黃信男子FB說 神總是給我最好的 成了最大諷刺 記者李孟昌成為越台北採訪報導